我们在谈过了玄度以后 我们再谈一个叫做Laplacian Laplacian算子 Laplacian算子 我们知道gradient的F是等于这个东西 F的T度 如果我们把gradient的T度 再做一个divergence 做一个这个计算 这个就是这个operator gradient的计算 我们就令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Laplacian算子 这个dot 那就是这一项乘这一项 就等于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X平方 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Y平方 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Z平方 那么所以 LaplacianF呢 就等于这个 但是要注意 这个F是一个存量 是一个存量 这是迪卡尔坐标里头的 Laplacian算子 Laplacian算子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量 如果 如果del平方F 是等于partial平方F over partial X平方 加partial平方F partial Y平方 加partial平方F partial Z平方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算是一个算子了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符号了 算是一个算符了 operator 所以这个operator operator在F上面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等于 这个存进来 加上这个存进来 再加上F存进来 那么 记得这个是 迪卡尔坐标中的 F在迪卡尔坐标中的 这个Laplacian算子 如果说这个 不是存量 而是一个向量 A呢 不能用这个式子 我们就 我们这个不去证明 它就等于这个值 等于 A的X分量的Laplacian算子 做X分量 做X分量 AY的Laplacian算子 就是A的Y分量算子 就是Laplacian算子 做Y分量 这样加起来 这个就是向量A的Laplacian 好 底下我们就介绍 曲线坐标 Curved Linear Coordinate Curved Linear Coordinate 正交曲线坐标系 正交曲线坐标系 现在我们先看看 假如 这是一个函数 F XYZ 等于Q 这个代表什么 空间的一个面 这个是一个面 这个是一个面的方程式 比如说 F XYZ 等于X 等于Q 等于Q 那么这个 就是X 那就代表 这个是一个什么面呢 它在X轴上面 X轴上面的距离 是距远点的距离 等于Q 它的面呢 是跟YZ面平行 就是X轴 朝这样子 它是跟着X轴 垂直的一个面 那么 如果有三个面 一个是F1 XYZ Q1 一个是F2 XYZ Q2 一个是F3 XYZ Q3 代表三组 互相垂直的面 这个互相垂直的面 我们就称它叫做正交面 正交面 那么这三个面的值 可以确定 一个点 你有这三个面 就可以确定这个点 那这个点呢 就称为 曲线 这一点 就是曲线 坐标 曲线 坐标 上的一个点 就好像我们 一二三 在这个迪卡尔坐标上面 就是代表X等于1 Y等于2 Z等于3的这一点 它就可以代表一个点 OK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曲面 这是三个方向 U1 U2 U3 假如是迪卡尔坐标 就是X方向 Y方向 Z方向 那它现在是不一定是指XYZ方向 那么在这三个方向上面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六面体 六面体 比如说 这一个六面体 它的坐标 它的坐标 是在这个Q1上面 就是 这个 这个是Q1 好 它对面这个呢 就离它DL远的地方 DL弯远的地方 有一个面 这个面的坐标 这个面的坐标就变成 这是D1 Q1就是 Q1 就是在U1上面的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好 那么这个面 这个面 就是在U2 这个轴上面 任意一点的一个面 它这个位置 我们假定是Q2 这一点就是Q1 Q2 然后 这个位置 就是 这个轴上面的一个位置 好 有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上面 也有一个面 也有一个面 好 那么它 这个面 如果走一个DL弯 就是朝U1的方向 进行一个DL弯的距离呢 它的坐 它就变成 它对方的一个面 就是 我们这个六面体 它的对面 它跟它的对面 相差DL弯 这是第二个面 它跟它的对面 就相距DL2弯 这个面 跟它的对面 相距DL3弯 这一点就是Q1 Q2 Q3 因为它是在 你看这个Q1 就是在这个点上面的一个面 因此这三个面 这三个值 就可以确定一个点 这一点叫做曲面坐标 曲面坐标 好 我们刚刚说 你从 你从 从这一点 往 往这个方向 这一点 往这个方向 进行一个DL弯远 它的这个坐标变化 就是DQ1 DQ1 但它距离是DL1 但是坐标不等于长度 好像说我们在 这是另外 跟这个没关系 另外的一个图 比如说我们 这个长度 画一个圆弧过来 圆弧过来 这一点跟它是DL1 这一点跟它是DL2 但是它的夹角是DC的 就是说它的角度变化 都是DC的 但是这DL1 DL2不等于DC的 DL1是等于R1DC的 DL2是等于R2DC的 因此DL1 虽然是Q1有变化而产生的 但是它并不等于DQ1 DL1是等于DL1 好像这个DC的 要乘一个常数 它乘上一个H1 DL2呢 就是DQ2 乘上H2 DL3 它的变化是DQ3的变化 它要乘上一个常数 H3 那么H1 H2 H3 到底是什么值呢 要看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坐标而定 我们等于就会分别来讲 这六面体的体积基数 它的长度 这边是DL1 DL2 DL3 所以它的Dtau就是等于DL1 DL2 DL3 就等于 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 就把这个曲面坐标 分别 分别 放在这个 分别来讲 我们除了迪卡尔坐标之外 我们还有圆柱坐标 还有球坐标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OK 好 我们现在把曲面坐标 应用在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叫做迪卡尔坐标 迪卡尔坐标就是代表有一个函数 F1是等于X F2是等于Y F3等于Z 这是三个平面 比如说X 是代表这个面 它这个位置 就是X 然后Y就是代表这个面 Y是代表这个面 它这个正好是Y轴上面的一个 Y Z 就是代表这个面 好 这三个面的交点 我们就可以用PXYZ来代表 所以这三个面就是X等于常数 Y等于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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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互相垂直面的交点 这就是迪卡尔坐标 那么曲面坐标 我们刚刚不是说 它这个三个方向吗 Q 它的坐标 是Q1 是Q1 Q2 Q3 它是一个 它的点 Q1 Q2 Q3 就是代表坐标 那现在在迪卡尔坐标里头 Q1就相当于X Q2就相当于Y QZ QZ就相当于Z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 就是迪卡尔坐标 好 我们重新画一下 重新画一下 那这一点 这一点 就是代表 迪卡尔坐标里头的 一个点 它就是什么 你看 X 等于常数 这个面 跟Y等于常数 这个面 以及Z等于常数 这三个面的交点 所以我们就用P XYZ 来代表 那么这一点 距离这个圆点 O 我们可以用一个向量 来表示 这个向量就是R 向量 它是从O点到P点 画一个箭头 画一个箭头 OK 那么 X方向的单位向量 我们用I Y方向用J Z方向用K 这个我们 都知道了 都知道 我们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头 假定 说 OP OP 这条 这个向量 跟Z轴的夹角 是Theta 那么这一点的 投影下来 就是代表 这个面 这个面 跟X轴 夹角是Fine 这就是迪卡尔坐标 OK 迪卡尔坐标 好 那现在我们就 看 现在有一个点 它是XYZ XYZ 这是一个点 那这一点就是 它的X坐标 就是X 如果你往X的方向 往X的方向 前进一个 它往X的方向 走一个DL DL1 这是另外一个面 那你往这个 这本来是Y 这个 这个坐标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DX DX DX 这个面 我们先这么讲 这有六个面 六个面 朝X方向的 这个面 是DY DZ 这个面 它圆着 这个X方向 这个面的坐标 就是X 坐标 你往这个地方 前进一个DX 就到它的对面去了 对不对 你走的路径长 是DL1 DL1 那么 这个面 DX 乘 DZ 这个是朝Y方向的面 它的坐标 就是在Y Y点上面 那么你朝 Y这个方向 行进一个DL2 它就到了 这个面 那这个面 那这个面呢 是D DY 跟DX 它朝这个地方去 它的位置是在Z 这一点 它进行一个DL3的话呢 就到了这个面上面来 那从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三个方向 它有X Y Z 这三个方向 XY Z的方向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 这个 曲面坐标 U1 就代表曲面坐标的一个方向 就是X U2 就代表是 Y2 就代表Y U3 就代表Z 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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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迪卡尔坐标的方向 好 DL1 我们刚刚说了 你这个面 到这个面 是DL1 它改变的坐标是什么 改变的坐标是DX DX 正好L1是长度 X也是长度 所以说 它这个前面的这个系数 这个常数 我们就是用E 因为它的DQ1 就是DX Q1 Q2 就是XYZ 好 DL2 是这个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DY 就是这个面 它本来是Q2 就是Y 加一个D 到这里就改变一个DY 它的DQ2的改变是DY 正好DY 正好DY也是一个长度 所以它这个H2 也是E DZ是这个 这个面 行进一个DL3 就到这个面 这个改变就是DZ 坐标的改变是DZ DZ也是个长度 所以 所以这个长度 这个系数也可以用 一个 就是用E来表示 因为它就是长度 所以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H1 等于H2 等于H3 就等于E 等于E 这要记住 等于E 然后 我们说这三个方向 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我们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curl 按照这个 YG X方向 X方向 往Y的方向 弯曲 就是Z的方向 Y的方向 往X方向弯曲 就是X的方向 等等 它有 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 这个小体积 就是DL1 DL2 DL3 它就等于 你把这三个 带进来 这H1 H2 H3 等于E 所以它就是 DX DY DZ 那这个就是 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的 这个行进的 一个长度 它就等于 DL1 加DL2 加DL3 这三个 向量的H 这三个 向量的H 而这个向量 它的方向 是X方向 DX DL2 是在Y方向 长度是DY 这个方向 是在Z方向 长度是DZ 所以DL 在迪卡尔 坐标 就是等于 这个值 现在我们介绍 另外一个坐标 叫做球坐标 球坐标 球坐标 是这三个面 这是代表 三个面 第一个面 是这个面 正面是一个球面 它的半径是R 半径是R 第二个面 是这个圆锥面 你看 这个圆锥顶点正好 也在 就是我们拿这个 迪卡尔坐标 这个座位参考 在圆点 它的角度 这是SETA角 SETA角 OK 你看 这两个面 圆锥面 跟它的焦点 就是这个圆圈 这个圆圈 在圆锥面上面 也在球面上面 对不对 好 再来一个面 F3等于5 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 你看 这个面 跟X轴 加F5角 加F5角 这个面 跟圆锥面 跟球面 有一个焦点 就是在这里 因为只有这一点 也在球面上 也在圆锥面上 也在这个面上 所以说 这个就是 三个面的焦点 就是可以确定 有一个点 这一点 我们就用 P R C T 5 来 R C T 5 来代表 这一点 就是R C T 5 那么 因此 我们曲面 坐标 是Q1 Q2 Q3 所以说 Q1 就是R Q2 就是Zheta Q3 就是5 那么方向 这个方向 就是U1的方向 那就是R的方向 R的方向 那么 Q2的方向 Q2的方向 Zheta 5 Q2的方向 Q2是Zheta Q3 就是U2 是Zheta 方向 Q2就是 我们等等 用另外一个图 用这个图来看 用这个图来看 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球面 这是一个圆锥面 焦点在这里 还有这就是一个平面 平面 我们就定义 这个方向 这一点的方向 R方向 就是这个R R就是 从这一点到 到这个 参考点 就是 低考坐标 参考点的 这个向量 我们刚刚说过 R的向量 圆着这个方向出去 这就是R R的方向 R也就是这个 这个球面的半径 R的方向 Fi的方向 我们就看这个 圆锥角 圆锥 它这个角度 是theta theta 所以呢 我们就是 跟这个垂直的方向 就当做是 theta的方向 theta的方向 Fi就是什么呢 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面不是跟 这个面不是跟 X轴加 Fi角 Fi角嘛 对不对 好 那就是这个方向 跟这个 这条线 垂直的方向 就是Fi的方向 所以 这一点的 你有一个向量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它的R分量 theta分量 Fi分量 是这三个分量 但是你这一点 如果P点不在这里 在这一点的话 你看 它跑到这一点来 那R theta Fi全部都不一样 跟这个就不一样 R朝这一边 Zeta朝这一边 Fi就朝这一边 Zeta朝这一边 跟这个垂直 Fi就是朝这一边 所以说 球坐标 上面的向量 它的分量 跟迪卡尔坐标不一样 迪卡尔坐标 是X方向 就是X方向 Y方向 就是Y方向 Z方向 就是Z方向 但是迪卡尔坐标 要看你在 这一点在哪里而定 看在什么地方 才会定出 它的RthetaFi方向 好 这个就是 这就是U的方向 U1就是R的方向 U2就是Zeta的方向 U3就是Fi的方向 这代表着 曲面坐标的三个方向 我刚刚说 这个要看你在哪一点而定 好 现在我们看看 这里有一个点 对迪卡尔坐标来说 它是XYZ 对球坐标来说 它可以用RthetaFi来表示 是这一点 OK 这一点 好 那么在这一点 从这个面 从这个面 这一面的坐标 就是在R 然后它增加一个DR就到了这个面 增加一个DR就到这个面 就是它的坐标改变一个DR就到这个面 但是它这个距离 这个面 这个面到这个面的距离是DL1 坐标的改变是DR R改变一个叫DR 但是它的长度是DL 但是R正好也是长度 所以说DL1 就等于1乘DR 但是对这个L2来说 DL2来说 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它是可以用某一个Theta来表示 但是你Theta改变一个DTheta 就到了这个面 改变一个DTheta 可是这个DTheta 我看看 这个面 不是 这个面是 这个坐标是Theta 改变一个DTheta就到这个面 到这个面 这两个面的坐标改变是DTheta 但是它的长度是DL2 DL2当然不等于DTheta了 它等于什么 因为这个DL2正好是这个圆弧 这个圆弧的长度就是RDTheta 所以它这个H2就是R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面 它的坐标是Fhi 你坐标改变一个Dphi 就变成这个面 坐标改变一个Dphi变成这个面 但是从这个面 但是从这个面到这个面的一个距离 DL3 这是DL3 DL3不是等于 并不等于Dphi DL3等于什么 你看 这一段可以当作是这个半径的一个圆弧 这个半径是什么呢 这个半径就是R3Theta 我们看这个 这个长度是R3Theta 半径是R3Theta R3Theta乘一个Dphi 乘一个Dphi 就是 这个就是DL3 所以它的H3就是R3Theta 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球坐标里面 H1是等于1 H2等于R H3是R3Theta OK 那记得这个 然后这三个方向 仍然满足这个关系 R的方向 往Theta的方向 弯曲 R往Theta的方向 弯曲是V的方向 Theta往V的方向弯曲 就是R的方向等等 这个要记起来 然后呢 这个 小体积 小体积基数 小体积基数 它就等于DL1 乘DL2 乘DL3 乘DL2 乘DL3 那DL1是等于 就是你把这三个带进来 就是这个 然后H1 H2 H3 分别等于这个 带进来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球坐标 所以球坐标里头 它的一个体积 基数 这个写错了 这应该是R平方 这个写错 这是R平方 R平方 3C 3C D C D5 这个是H2 H2 是R 然后H3 也有个R 所以就是R平方 这写错了 DL1 DL 就等于DL1向量 跟DL2向量的DL3 三个向量的向量和 它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都很容易理解 好 再来一个坐标 我们去介绍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是这三个坐标的 三个面的 销点 第一个面就是圆柱面 圆柱面 这个圆柱面呢 它的半径是R 半径是R 轴是在Z轴 我们用D卡坐标 来当做一个参考 F2 就说另外一个面 平面 这个平面呢 它跟X轴的夹角是Fy角 你看 圆柱面跟这个平面的夹角 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 好 再来有一个F3 它是另外一个面 这个面呢 它是Z Z轴上的某一 Z轴等于某一个常数 就是Z点 Z点 Z点它同时在圆柱面上面 同时也在这个面上面 同时也在这个面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圆柱坐标 它确定的一个就是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圆柱面是Row 然后这个面 是F5 然后另外一个面 就是Z Z 这一点 它就是Row Fy Z 那么 那么Q1 我们用一般的圆柱坐标来表示 一般的曲面坐标 Q1就是Row Row就是Q1 Fy就是Q2 Z就是Q3 好 方向 我们圆柱这一点 P点 往Row的方向增加 往Row的方向 这就是Row的方向 然后 在这一点 跟这个方向 跟这条线垂直 那就是Fy的方向 Fy的方向 然后在这一点 跟这个Z面 就是Z面 就是跟XY面平行 垂直的 就是Z方向 所以它的三个方向 是Row Fy Z 那么一个向量 它的三个分量 也是随着位置而变 通常它的Z轴 Z方向是不会变 不是这里 就是朝这里 但是Row的方向就变了 你看 如果这一点 如果这一点 是在这里的话 它的Row就是这个方向 它的Fy就是这个方向 Z还是这个方向 所以说 在圆柱坐标里面 任何一个向量的分量 它的方向 要看 要看它在什么位置而定 好 我们再看 这一点 假如是Row Fy Z 就是用三个面 决定的这一点 Row Fy Z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面 这个面 它的坐标是什么 是Row 对不对 如果Row 增加一个Drow 它就跑到这个面 就变到 这个地方来了 但是这两个面当中 有一个距离是DL1 DL1 跟 跟这个 因为从这里到这里 长度是DL1 它的坐标改变是Drow 但是正好 这个Row 也是代表半径 是半径 也代表一个长度 所以它前面的H1 就是E 好 我们看这个 Fy 这个面的 坐标是Fy 如果改变一个DFy 就跑到这个面上面来了 这个Fy跟这个 相差一个DFy 但是这两个面之间的距离呢 DL2 DL2 跟DFy 不相等 NIF 角度 改变是DFy 那么这个 当中的长度呢 正好是等于 这个半径 所构成的一个 圆弧 就是Fy 这就等于 Row 乘上DFy 这里到这里 角度改变是DFy 它就Row DFy 所以它的H2 就是Row 那么Z 我们看这边 这个面 底面 它的坐标是Z 改变一个DZ 就跑到这里来了 改变一个DZ 面就变到这里来 但是这两个面之间的距离呢 是DL3 DL3 正好跟它的DZ DZ也是长度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呈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H3也是等于1 所以在圆柱坐标里面 H1是1 H2是Row H3是1 那么这三个方向 Row Fy Z 也是 满足这个关系 你Row 方向 往Fy的方向弯曲 它就变成Z的 Row的方向 往Y的方向弯曲 变成Z的方向 Fy的方向 往Z的方向弯曲 就变成Row的方向 等等 然后 这个小小的体积基数 DT 就等于DL1 称DL2等DL3 你把这个三个带进来 它就变成这个东西 DL1 DL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距离 就是说你这一点到这一点 它三个坐标都改变了 D-Row D5 D5 跟DZ都改变了 那么这个DL的距离 就等于DL1 DL2 DL3 三个向量的核 就等于这个 这个 我们也很容易 就理解 你把这个带进来 加一个向量就好 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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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1